等一下 現在高雄市到底人口現在剩多少 跟運輿報告現在大概有272萬左右 好 272萬 對 然後去年的話人口還有276萬48人對不對 結果才一年現在又已經跌到了272萬 那請問一下我們人口移入的減少是因為什麼樣的問題 跟運輿報告就是說這兩年半來是因為這個 疫情影響遷出國外 但是這個因素在6、7月已經不存在了 就是說這個因素已經反轉了 這個趨勢已經反轉 所以從國外回來的人現在已經轉正了 所以那目前為止我們的主要減少因素 但還是因為自然增加的負城 如果是各縣市都存在同樣的問題 因為那個疫情的關係這個我們就不討論了 我們討論的當然是其他的因素 為什麼導致人口減少 所以我想我們針對問題來回答 根據我們看到媒體的報導 他說高雄市也有發表說 人口移入的減少是因為產業結構性的問題 薪水太低 那我希望說人口減少的部分 我也請你羅列一下 到底是因為哪些因素 除了疫情以外還有哪些因素 甚至年齡層它是因為怎麼樣的因素 它會人口流失 我請你們跟研考會這邊共同提供數據給本席 我想要先請教你就是有關於這個人口的問題 因為根據內政部的資料本席去調出來 勞動人口連9年是負成長的 在我們的2022年現在 剛剛民政局長也告訴大家 人口大約是272萬人 那我們這邊看到15歲到64歲 勞動人口15歲到64歲 內政部統計 我們從2012年的209.5萬人 跌到194.7萬人 意思就是說勞動人口高雄市連9年是負成長 高雄市15到64歲的勞動人口連9年是負成長 減少了14萬 這是內政部的資料 而65歲以上的長輩呢 確實在9年當中增加了179479人 增幅達到了59.4% 這凸顯了一個什麼問題 凸顯了一個高雄市年輕朋友 他不願意留在高雄市人口流失 又凸顯了一個高雄邁入了一個高齡化的現象 所以未來我們如何更加的照顧這些長輩 製造長照的這些相關的經費 研考會你們在針對這個經費的這個個局數的評估的時候 你們一定都會提出你們的專業的意見 所以這部分請你要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那麼針對於勞動人口連9年是負成長的 所以我想要了解你們有沒有去統計各行業別 青創文創高薪就業人口的統計 從事這些行業別的年齡層 我們研考會主委是不是可以簡單的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因為如果如你們所講 投入了這麼多的建設在高雄市 應該是創造很多優質的高薪的就業機會 給高雄的年輕朋友 但是為什麼從數字上顯示出來 這些勞動人口一直往高雄流失的 來主委請答覆 這幾個年齡層請你先告訴大家有多少 青創文創高薪就業的部分 我們手上的資料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青創開始針對文創這些相關的補助了以後 那輔導的試驗現在已經超過了一萬三千家 那經費的話是已經超過了3.64億 這是我們手上的資料 那至於實際上的就業人口數還是要從那個 年齡別大概都落在是幾個 年齡別的部分我們手上是沒有跟局處要資料 所以我手上目前沒有相關的資料 但是我想剛剛議員有提到一個很重要的是 勞動的人口數的確是在下降的 那除了當然就是剛剛議員有提到 其實全國會遇到的生不如死這樣的問題之外 那的確是在過去幾年當中 不要扯到說全國都面臨這樣的問題 主委我現在要 你現在是擔任高雄市的主委 我們要解決高雄的問題 如何讓高雄的年輕人在高雄能夠看得到希望 看得到未來 讓高雄能夠創造出更多優質的就業機會 這是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你們不要一直在卸責 你們每次都在講說高雄是推動哪些建設 我們樂見其成這些建設 但是當我們大手筆的投入建設的同時 你有沒有創造出來這些優質高薪就業機會 讓我們高雄的年輕朋友是看得到希望 但是今天在詢問下來主委不是推偉說 手上沒有數字就是推說那個歸勞工局在管 那麼針對高雄一直說我們要轉型 新創文創高薪就業的人口年齡層落在哪裡 你們創造了多少的這些釋放出多少的就業機會出來 有多少人是創業成功的 這部分你並沒有辦法答得很詳細 主委我覺得很遺憾喔 我們希望說在大會當中這邊來答覆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的是當你們提出這些華麗的詞彙告訴大家 高雄現在邁入智慧城市高雄移居城市 但是當我們去檢視相關的這些數字的時候發現高雄人口一直在流失 撇開所謂的疫情影響的人口 我們確實勞動人口是減少的 市政府不能夠再蒙住眼睛 然後持續的騙大家說高雄一切都很好 年輕人在高雄看得到希望 人口就沒有回來 你怎麼告訴年輕朋友 現在連主委也答不出來這些相關 勞工局我會持續的在追問這相關問題 青年局我也會追問 但是研考會主委針對你該負責的部分 我也請你把相關數據提供出來